一滾起,它就自動燃燒了 火上升的火都去到很高 整呎這麼高,所以小心點 大家好,歡迎來到叻仔的廚房 看到剛剛剛剛畫面這一堆海鮮 一看還有一個菠蘿 這次還不是菠蘿炒飯 如果大家有看我youtube裏面的群組功能 就知道本來今集應該是做菠蘿炒飯 還有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恭喜大家 人人有份的五千元,今天就是4月7號 我希望明天可以出到這條片 為什麼本來本來菠蘿炒飯轉了煤 之前很多時候有些雜錦海鮮粒 我又想買青口 青口現在做四十幾五十元一包 還要急凍的 我這裏就貴一倍 但是這些新鮮的 紐西蘭青口才48元一斤 其實唯起這條數,新鮮比這些急凍海鮮 所以今天呢,誒闊長一點 就買新鮮的海鮮來做 但是買這麼多青口 又沒理由做炒飯 那我就打算呢 留一點青口來做這個菠蘿炒飯 這裏準備了很多,全部都是菠蘿炒飯的材料 那我們下一集再去講 那我們今集呢,就做了這個 白酒煮青口 很簡單 我們全部倒出來,看看什麼環境 那全部都動的,活口的 這些活口青口,一般來說 都不會說讓你看到它開口 一倒出來,它就已經收了口 其實青口來說 一定會比蜆乾淨的 雖然它都是一些過濾性的生物 那我們怎樣去看青口 好還是不好呢 第一樣東西,要看它收口 密密實實的 一動它又有反應給你 第二樣東西,你看到殼的顏色 青青綠綠的那些 證明了它當地的水質就優良 越是鮮豔的海產 一般來說,鹽度會比較高 還有,都會比較乾淨一點的水質 才有高鹽度 那我們怎樣處理它呢 第一時間,我們這些沒得養的了 我們先倒水 之後就用水去沖洗它 那它這些青口表面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沙的了 因為它黏著一些石頭 逢是青口又有一條酥 那我們不用撕它 去除了先 擦所有表面的 CAXA いき到表面有一下 洞洞洞洞洞洞 我忘了一下用什麼名字 有一個名字 像這個感覺上 Đủ 畫一些微生物 那個感覺會有點髒 其實這個是不要的 只要一個要求,就是你的海鮮是新鮮 因為很多時候意外發生,無論你吃生蠔 或者吃什麼新鮮的甲殼類 主要出事性物中毒的原因 都是它這些納粒裡面的菌死了 而吐了別的毒素出來 這樣才大件事 OK,這裡就是我用第一鑽水去拆這些納粒 得出來的結論就是有這樣的軸的水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話,就更加要小心 這裡就過了兩鑽水 起碼你看到水沒有什麼白軸的情況 都叫透身,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最擔心的是那些洞洞洞 我們有粗鹽就放粗鹽 沒有粗鹽就放幼鹽,放多點鹽 跟我們做的一些新鮮蝦也要洗 放大量的鹽進去 鑽一鑽 好,這樣拆好之後 就讓鹽靜止它大概是三四分鐘 鹽的作用就可以把大部分的細菌都殺死了 我們一邊拿到一些青口的時候 這些菠蘿,海鮮碼,香料,肉鬆 我們之後下一集才再跟大家說 我今晚都會做完它 因為這個菠蘿,昨天我發出給大家看 看看怎樣做這個菠蘿 都已經開始叫做剛剛好,緊緊,夠熟了 放了一兩天都不行 我稍微一點就做完它 分開第二集才出 然後我們準備好一些薑 用來辟了一些海鮮的鹽味,不好的味 然後我們把鹽都倒進去 把鹽都倒進去 然後把鹽都倒進去 把鹽都倒進去 在水裡我會放一兩盒一兩茶匙的鹽 青口的味道會更加好吃 看到水大滾 我們就可以分兩次去煮青口 因為如果煮熟夠大 當然可以一次過把青口放進去 我們要煮到它的青口 有一點開口 即是大概一半熟就可以了 只要有一條小褲,我們都可以把它蓋上去 開口後,我們就可以逐一隻 看一看它 我會留一半隻殼 一開了,你們會看到,大部分都會有這隻酥酥 沙基本上就沒有了 現在已經去到半熟的狀態 檢查好一點 這裡有一隻小蟹 所以你不煮到它開口 直接拿來去煮 就會有一定的風險 我們又去逐個逐個拔它出來 放下去就有一點熱 而且如果你想做得好一點 當然煮完之後馬上過冰水 它會更加好的 所以小心一點 但是有這些小蟹 它一定是好的東西才會有 這些蟹 今次我會用這個小鍋來炒 好處是一陣子要下酒 才可以足夠的位置讓酒放進去 我們用牛油來開鍋 鍋或者煎餅就不要太過熱 看到它好像很快很熱 就看一看它,離一離火 讓它先煮一下 千萬不要太過熱 因為如果太過熱 牛油會很容易起一些黑點出來 我們就放些薑粒 爆一下薑米 用小火來爆 牛油看來就要加上它 記得留一手 我會留一塊這些之前餐包食證 爆到它的薑有一點香味 中西合璧 我用什麼牛油呢 我用的是沒有鹽的牛油 不會鹹的 薑有一點金黃色 就可以了 炸太久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在它煮的時候 我們就放一些白酒 白酒當然是貴一點的就不太酸 便宜酒就會酸一點 我們不要緊 而且小心點起火 我就會大概落三分一 倒到一半左右 這裡是大概半瓶 煮起的時候很容易會起火 如果酒精濃度高 就小心點 就小心點 樓上有抽氣線 那些東西 如果你的抽氣線髒有油的話 隨時一放火就燒上去 很危險 一滾起 它就自動燃燒 它的火上升的火 都去到很高 整呎這麼高 所以小心點 我們可以調整小火 它就不會燒得這麼狠狠 這個目的是做什麼呢 放火燒它 揮發一些酒精 那酒精會怎樣呢 有一點苦味 讓它揮發一點 熄了不要緊 它要滾 你要剛剛好去到滾的狀態 它才可以燒得起 燒清它 它就沒有苦苦結結的味道 就燒清了 第一時間就試一下 味道先 如果你覺得它酸的話 就加一點點糖 因為每種酒都不同 因為葡萄酒就一定大一點點酸 之後我會加一點點生抽 如果我們日式的話 會加一點點淡口的豉油 就是調一下它的鮮味出來 而且要加一點點鹽 那一點點就算了 味道鹹鹹的 有一點酒味 有一點鹽味 有一點鹽味 有一點牛油味 這樣就對了 接著我們要加一點點香草 這隻叫雕草 這個雕草 雕草多數用來做海鮮 但是我覺得它的味道 對於我來說淡了一點 我就會用這隻 這隻很多時候用來做肉 Rosemary 很大陸的汁 但加的時候不是很大陸的草 再加一點點下去 這樣就加 這麼多就好了 都不用了 因為很激的很搶 加一點點就好了 攪拌均勻 再加一些很棒的青口 大概煮它 二十多三十秒 煮起計數 在煮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些泡 可能是雜質 髒東西 我們就避一避它 期間不夠酒就翻一翻它 這些青口開始緊緻 實實地 這樣就差不多了 最後了 不要忘了 加一點點的牛油 大概一茶匙 融在表面上就更加香了 如果想有些酒味 可以在最後這個階段 加多一點點的酒 酒味就更加出 這樣就完成了 快、靚、靚 又可以吃了 又有湯飲 又有海鮮吃了 大功告成 又一味的了 即是有些牛油的香味 有些酒味 但不會夾 這樣就成功了 如果喜歡這份食譜的話 就記得給個讚 有你的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動力 今集來到這裏了 那就是Revilla 炒上菠蘿炒飯 想看的話 記得支持 真是不客氣 最重要是新鮮的青口 那就不能輸了 拜拜